来关心经济方面的消息 优优优独播 突然就把灯关掉 灯是嫌犯自己开的 因为他进去 他有两支监视器 一支被他折上 往天花板 另外一支照这边 来来来 支标打开吗 不是他打不开 他打不开嘛 他如果打开就损失就更大了 因为他说全部金钱都放在这里 可能五六百万 包括在保险箱发肥工龄 几六百万的财物才没被淘汰 但是其他企图的财物就去拼去 经厂廟时 小贤南主、董妹、赤酒以后 站到机车、洗手楼回到家 到晚上才出门 将所有的众物来给其他人劳 我里面去变卖现金来发用 他总共去变卖了两次 被害人的部份它是说价值有高达两百万左右 但是依据零性窃钱的部份 它是说变卖之后所得只有四五十万而已 这应该有将账户卖给银额的部份 买了之后将金氏的部份都融成金块 然后只有剩下一些珠宝类的部分 还目前我们警方已经跟他查扣 然后要发返被害人 经厂表示 发现涉嫌南主 有到英明病医附近头牌机车 来回到家的晚上变作形 企图严谋身份 经厂在过离过几六百个禁止去 以后缩定身份 查报告案 专案经厂持续新门中 世新新闻、蔡美朗、董妹、蔡英文报道